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 我是令东来 今天呢是星期天 我呢继续昨天的课程也就是讲到天府星这里 今天要讲的是2014紫微斗数最新课程的第四课 我们接着昨天的天府星开始讲 天府星顾名思义 它是府库它是仓库是财拨的主宰 也是录存的仓库 从大的方向来说 天府星代表国库是印刷钞票存储资金的中国人民银行 这里要注意了 我们国家的钱 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 这个钱呢都是存在中国人民银行的 在紫微斗数的体系之中 天府星它就是财库 也是录库 这个天府里面可以装钱 也可以装其他的值钱的东西 或者是装书本 装外汇储备等等 从小的方向来说 天府是家中的保险柜 储蓄罐也可以是钱包 总而言之只要是能够装钱的东西都可以是天府 能够存储的东西都可以是天府 就是可以存储书籍啊 存储资料啊 存储这个 呃 信息啊 也都可以是天府 比如说电脑的硬盘就可以说是天府 然后现在呢就是很多网上像百度公司呢 出了一个云盘 就是网络硬盘 网络硬盘呢也可以是天府 总而言之天府就一定有存储的性质 与陆魂星相同的一点是天府星的性质比较稳定 而且欠缺变化 这里可能有同学会问我 他说老师为什么天府比较稳定呢 这里也很简单 陆魂星属阴土 天府星属阳土 五行金木水火土 属土的星耀 他就比较稳定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自己脚下的大地 这个大地一般来说 他就是土 而且呢 他是比较稳定的 他不像水 水呢 他就流来流去 他不太稳定 有的时候呢 他蒸发了 变成了水蒸汽 有的时候呢 他又结冰了 变成了冰块 有的时候呢 他又变成了雪花 水 他是有很多变化的 有很多种形状 而土 他是没有太多变化 所以呢 他就比较稳定 由于天府星是仓库 所以便十分擅长 吸收积累以及发展 在平和稳固的局面下逐渐进步 这一条呢 有的同学 他就理解不了 我就简单给大家讲一下 比如说百度公司 他出了一个云盘 还有这个腾讯公司 我们在QQ上 QQ上呢 他是有一个QQ网络文件夹 QQ硬盘等等 这些硬盘 我可以告诉你 人家都是免费给你用的 为什么他免费给你用呢 因为他要吸收你的东西 就是他把你的这个资料 然后吸收到他的空间里面 这样的话 你就会经常登录他的空间 去下载你的这些资料 去把这些资料呢 传达给别人 这个网络硬盘 他也可以是天府 这个云盘 他也是天府 他就一定要吸收你的资料 吸收你的信息 吸收你的存款等等 他在不断的吸收之中 然后又得到了积累 就比如说像这个云盘 本来呢 只有20万个人往这个云盘里面存东西 后来呢 存的人越来越多 我存了东西要发给你 发给你之后 你发现这个云盘非常好用 然后呢 你就也往这个云盘里面存东西了 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个网络硬盘 他未来的发展方向非常的大 就是以后呢 我们在自己的电脑上 我们的这个硬盘 有多少个G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我们的资料完全可以上传到网络硬盘 上传到网络空间 而不需要存在自己的电脑里面 首先 他是吸收 然后是积累 本来是20个用户 后来呢 积累到30个 后来积累到300个 400个 在不断的吸收和积累中 得到发展 在平和稳固的局面下 逐渐进步 这里呢 还是拿网络硬盘的例子举例 比如说 我们有一份很重要的资料 我们就把它存在这个网络硬盘里面 但是呢 这个网络硬盘 我们要用他的时候 就是 我们要把这个资料下载下来 结果 这个网络硬盘打不开了 那么这个呢 就会让我们非常失望 让我们非常纠结 我们就会觉得 这个网络硬盘比较差 这个天赋是比较糟糕的 甚至于我们存在里面的东西没有了 就是比如说 我们存了一份非常重要的资料进去 但是我们要取出来的时候 发现这个资料呢 被人删除了啊 可能是被这个公司的人啊 他莫名其妙的给你弄没有了 那么这个呢 这个天赋 他也是比较糟糕的 天赋 他就一定要平和 他要稳固 你往就好像说 你往网络硬盘里面存东西 这个存 网络硬盘呢 他就一定要稳固 如果说他把你存去的东西给你莫名其妙的删掉了 那么这个呢 是不行的啊 这个天赋就不是一个好的天赋 除了网络硬盘的例子以外 大家也可以想一下天赋星可以说是银行 银行呢 就是需要吸取这个储户的资金 他希望你去往里面存钱 这里我可以告诉一下大家 这个银行的行长啊 就算是最大的这个领导 他也是有任务的 就是他一年要吸取多少存款 他要吸除要把人家要把这个储户手上的资金给吸取过来 给他存到自己的银行里面 不管你关多大 关多小 你就算是行长 你也需要去吸除 要把人家的资金吸收过来 然后的积累起来 然后呢 才能够发展 如果你的银行啊 没有储户去你那里存钱 那么你这个天赋 你这个银行那肯定是比较糟糕的 同时你作为银行 那么一定要稳固 人家要找你取钱 你就一定要随时把钱拿出来交给别人 人家有要求要取多少 你就得给多少 不能说人家今天要2000万啊 你只给人家200万 说剩下的我明天再给你 这个是肯定不行的 听好啊 天赋星作为仓库 我讲课跟别的老师讲课不一样 有的同学呢 他就是喜欢啊 老师你讲快一点 我看你后面讲的挺有意思的 你能不能直接讲到后面 那我告诉你不行 我讲课 我喜欢联系联系现实 我就教给你们天赋星 他是仓库 可以是网络硬盘 可以是钱包 也可以是储蓄柜 也可以是这个保险柜 也可以是银行 如果他是银行 那么会怎么样 如果是网络硬盘 他会怎么样 两者的共同特点是什么 然后你就综合得出天赋星的特点 综合得出天赋星的意义 作为银行 那么也是一定要稳固 人家不管存了多少钱在你这里 只要他想取的时候 你都一定要尽快的交给他 否则你这个银行就不是一个好的银行 天赋呢 他由于是仓库 所以说他也有包容的性质 正所谓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 这个大海 他是非常的广阔 无边 大海为什么这么大呢 就因为他能够海纳百川啊 能够把这个世界各地 能够把各个大洲的河流 都给他汇集到自己的体内 这就好像天赋一样 他能够把任何人的财富聚集到自己的体内 能够把任何人的思想给他聚集到自己的脑海里面 同时呢 提炼出其中有用的东西 你作为银行 那不可能说你只提供 指这个面向富豪 你说这个穷人来给你存钱 你就拒绝他 那是不对的 你不管这个人是穷人还是富人 你都是要吸取他的存款 吸取他的资金 你不能够有这个偏心眼 不能有这个势力眼 一定要包容 如果你这个人够包容 那么你的格局一般来说就越大 就是天赋作命的人 格局越大就越包容 格局越小 那包容心就越小 那就甚至呢就变得奸诈狡猾 虚服 不切实际 这个还是拿银行的例子给大家举例 一个银行 他绝对不能欺负这些穷人 因为穷人 他很有可能 他就有可能呢 一夜暴富 以后呢 他会成为一个富人 你不能说你只接收这个富人的存款 不接收穷人的存款 这是不对的 这对他的发展是非常的不利 一定要面向所有人去接收去吸取 因为天赋星的性质比较稳定 再加上他有包容的特点 所以天赋星也具有解恶制化的能力 这里可能也有同学会说 老师我听你讲过 五行金木水火土 属土的星药就可以解恶制化 那这个天赋星属土 那么他也可以解恶制化 这是对的 但是呢 还不够 我们还要加上几点 就是天赋星呢 他可以包容 辅为斗树全书云 天赋能至羊驼为虫 能化火灵为虫 这个呢 是说天赋星 他不怕与羊驼火灵同度 看好啊 天赋星一般说来 他不怕羊驼火灵同攻 但是呢 如果羊驼火灵在对攻 那或者是在这个三合攻 那么对天赋也是有比较大的影响的 还不如说天赋跟他同攻影响呢 要小一点 而且啊 天赋他能够包容这个羊驼火灵 他可以减少这些星药所带来的危害 甚至于他能够把羊驼火灵给他变成帮助自己的东西 听好 天赋星在有的时候 他可以把羊驼火灵变成帮助自己的东西 有的时候不行 我这里教大家的并不是一个教条主义 有的人他可能会说 这个书上写天赋能治羊驼能化火灵 那是不是说天赋遇到羊驼 那就能够把羊驼当成是奴仆难 这个一般说来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你不仅仅是有羊驼 你又有火星地空 像是天赋加上羊火空做命 听好啊 天赋加上羊火空做命 三个煞星啊 一个羊羊 一个火星 一个地空 那么你这个天赋呢 也不能够置羊驼为逢了 也不能够置羊羊为逢了 因为在这个时候煞星的力量太大 你无法去掌控他 如果是只有一个羊羊 或者只有一个陀螺 或者是两个煞星 那么天赋都可以制衡他 三个以上 那就很难制衡了 千万不要搞教条主义 紫微斗树绝对不是教条主义 有的时候天赋能够置羊驼 但是有的时候不行 我们还是要看双方的力量对比 如果天赋星力量大 那么就能够置羊驼 如果天赋星力量小 而羊驼的力量大 像是秦阳加上火星加上地空 那三个煞星同工 那是比较厉害的 就算你是天赋 你也打不过秦阳火星和地空 人家三个人组队 你这个天赋呢 是拦不住的 但是呢 这里还要注意 天赋星虽然说能够制羊驼 化火灵 但是呢 它是非常的畏惧地空地结 尤其是地空 因为地空呢 代表着一种吸食之力 它就好像黑洞一样 它能够把周围的东西给它吸走 吸到那个另外一个世界去 或者是吸到一个完全空虚的空间 总而言之就把你的东西给吸走了 你也不知道它去哪里了 地空这颗星 它可以吸走天赋的财气 让府库变得空虚 就是说你本来这个仓库呢 是很大的 然后大家都往你这个仓库里面 存一些粮食啊 存一些资金 但是呢 我们存进去的东西 存了几年 回去一看 结果你这个仓库里面的粮食 全部都被老鼠吃光了 或者说不知道被谁给偷了 这个仓库里面东西都没有了 那么你这个天赋 就是一个空虚的天赋 空洞洞的一个仓库 你这个仓库存不住东西 那么就会受到孤立 就会不受人重视 这里讲的可能有一点难以理解 我就给大家做个比方 比如说你有一个钱包 那么钱包就可以说是天赋 你的钱包底下开了一个洞 你往这个钱包里面装100块200块 总会时不时的这个钱包呢 里面这个钱呢就掉到地上去了 你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掉的 你就会非常的不喜欢他 这个钱包存不住钱 那有什么用呢 那就会被人家孤立 人家觉得这个钱包呢 没有用 我存进去两三千 结果呢 我带外身上过两天就只有几百块了 也不知道是丢到哪里去了 那么人家就会不用这个钱包了 就把这个钱包扔到一边去 他不受人家重视了 与天与地空星的吸食不同 地劫呢 他有一个劫略的含义 能够把天府的财富劫走 这个地劫 他造成的危害 比地空呢 要小一些 挺好啊 天府 他肯定是很怕地空 但是对于地劫呢 他不是特别的怕 但是也不能说他不怕 他对于地空地劫这两颗星来说 更加怕地空啊 对于这个地劫造成的危害呢 他还不是非常畏惧 简单打个比方 天府加上地空就好像钱包的底部开了一个洞 你存入的钱就总会漏掉不少 而天府同度地劫 那么你的钱包呢 虽然没有洞 但是你这个钱呢 装在里面就总是会被人盯上 人家就知道了你这个钱包啊 这么鼓鼓囊囊的 你藏不住钱 人家知道你有钱 就总会是打你的主意 无论你如何小心谨慎 总有破财的情况发生 听好啊 天府加上地劫 如果是在你的财博宫 那么无论如何小心谨慎 总有破财的情况发生 因为这个时候地劫 就表示把你这个府库里的钱 给你截走了一部分啊 也不能说全部截走 地空呢 那就有可能给你全部空掉 地劫呢 那一般说来是大劫 一次劫一点 而不可能说是一次性的 全部给你截走 相比较而言 地空造成的损耗 它是在无声无息中发生 我们无法知道钱财被谁得去 甚至是何时损失的也不知道 而地劫造成的损害 却可以知道发生在何时 发生在何地 并且知道它由何人所接走 简单打个比方 有人他怀揣着一大笔钱走在路上 这个时候 却突然刮起一阵大风 将这个钞票啊 刮得无影无踪 事后追查的时候 我们发现有一部分的钞票啊 他掉到这个下水道里面 然后呢顺水漂走啊 被这个水呢冲走了 也不知道冲到哪里去了 反正呢 我们是找不回来了 找不回来 也不知道被谁捡走了 这个就是地空 听好啊 我们找不回来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丢的 也不知道是丢给谁了 谁获得了利益 这个呢 就是地空 这是地空带来的危害 但是另外一部分钞票 它是被别人捡走了 我们看这个监控 我们发现有几个人啊 把我们的钱捡走了 而且呢 跑掉了 他不还给我们 这个呢 就是地结 那被人给抢走了 被人给劫走了 这就是地结 所以呢 地空地结 虽然都有损失的性质 但是表现形式并不相同 务必仔细区分 除此之外 天府加上地空地结 同工做命 也会影响到其人的人际关系 以及家庭美满程度 这里呢 主要主要是地空啊 不是地结 地结的话影响小一点 地空的话 对天府呢 影响大一点 这是因为天府 他是财博 田宅主 如果你要论这个人有多有钱 这个人有几千万 还是几个亿 那么你一定要看 他的人际关系 好不好 像是有的富豪 他的人际关系 搞得很糟糕 虽然说他比较有钱 但是人际关系非常糟糕 这样的富豪 他就是很容易破败 我不是说人际关系差 就发不了财 而是说人际关系差的人 他发了财 也很容易败掉 因为呢 他树敌太多 他又很有钱 敌人又那么多 那么别人呢 就很容易盯上他 很容易呢 把他给弄的家破人亡等等 一般来说 如果这个人 人际关系好 然后他又有钱 那么这种情况下 他就能够维持住自己的钱 他是汽水长流的去赚 而不是自己有钱了 就瞧不起别人 就鄙视别人 这是不行的 人际关系越好 交的朋友越多 交际越广 他的财气呢 往往就越旺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 君不见那些家财万贯的富豪 无论对任何人都是笑容满面 不肯在人前留下坏印象 不愿意放过任何一个潜在客户 而那些不懂生意经的小商人 这帮人呢 狗眼看人低 你到他这个商店里面去 你逛一逛 你不买东西 他呢 就马上收起笑脸 态度变得十分糟糕 甚至于他还会说你 他说你老是来看 你又不买 你不买 你来我这里看干什么呀 这样的人呢 他的生意啊 就是会做的比较差劲 生意呢 他就会越来越差 到最后呢 关门了事 我呢 给人推算财运 除了重视原有的命工 财博工 田斋工以外 还必须加入兄弟工和奴仆工 这两个工位综合考虑 这样一来 才能够让推断的结果更加具体 某些人呢 他就只懂得拿财博工去推财运 这个呢 是最粗浅的阶段 准确率呢 是比较低的 有的人呢 他看财运 他就只看财博工 这是一定不行的 看命运 那只看命工 也是不行的 命运是一个整体 他不仅仅是你的命工在决定 也包括你的父母 你的兄弟 你的其他工位都在影响你的命运 紫微斗数 他是一个整体 你看任何事情都要综合起来看 都要立体的去看 而不是说看财运 就只看财博工就可以了 别的工就不看了 那你这个呢 是最低级的 最粗浅的 写到这里 也不妨向各位透露 紫微斗数是一个整体 一个工位会影响到其余多个工位 一颗星也会影响到其余多颗星 因此呢 最科学的解盘方式就是多工合攀 并且观察星药互射 观察工位移动 观察四化飞入引起的连锁反应 从而得出最终结论 这一段呢 我是教给大家多工合攀的道理 有的同学眼高手低 听好啊 我这里是要批评某些人 眼高手低 他觉得自己会了 就是我给他讲多工合攀 他说老师我会了 你讲的我都懂 不就是多工合攀吗 不就是财博工 看这个财运 要看多个工位吗 我全都会 但是你给他讲的时候 你发现他基本上是不会的 他只听懂了其中的道理 而他不懂其中的应用 比如我交给你们 我说开车 我说这个车呀 嗯 他的发动 他是靠这个发动机 发动机呢 就带动了这个车轮 然后这个发动机呢 又需要烧油啊 这个我一讲 大家都懂 他说这个汽车要开动 要烧油 要发动机的这个发动 要方向盘去控制方向 这是个人就懂 但是你会开车吗 你还是不会 我给你们讲的是道理 而不是应用 听好 我这里讲的是道理 而不是应用 有的人说老师 你讲的东西我学了 但是为什么 我学了之后 还是不怎么会算 那是很简单 因为你没有学到应用的法门 你只学到了 我讲的道理 而不是应用 我只教了你 车是要烧油的 只教了你 车是靠发动机来发动 车 他是用方向盘来控制方向 但是我没有教你 怎么去开车 所以呢 更多的东西 需要你们自己去误 千万不要总是觉得 我懂了 我会了 我可以告诉你们 我学了三年多 紫微斗数 我天天研究这门学问 研究到现在 我还有很多东西不懂的 学习是没有止境的 我可以这么说吧 我学了这么多年 学了三年多了 我在网上从来没有说过 我懂了 我会了 不管是谁跟我讲 我都不会说这句话 我都不会说这几句话 往往说这些话的人都是没怎么懂的 希望你们认真的深入研究 你不要觉得人家说你几句话 你听着不高兴 你就不学了 这是不行的 做任何事情都要讲方法 做任何事情 他会都会遭遇困难 面对困难才能够解决这个困难 好了 我们废话不多说 继续往后讲 天府除了是财博公的主星 也是田宅公的主星 这里的主呢 是主人的主 他可以管财博 也可以管田宅 田宅呢 就是田产 房产 家庭等等一切 跟田宅有关的人和事 所以说天府如果加上空星同工守命 这个人的家庭状况就难以美满 这是别的老师没有讲过的 人家都不肯讲的啊 他只告诉你天府加上地空表示孤立 他没有告诉你天府是田宅公的主星 田宅公就涉及到家庭 天府加上地空在你的命宫 或者说加上天空加上寻空节空 也都是有危害的 都会让你这个人的家庭状况较难以美满 不过呢 对于这一条 我们仍然也要多宫和攀 要观察田宅公 父母宫 兄弟宫 如果你是天府地空做命 但是你的田宅公很不错 有这个巨门加上画路加上左府右臂等等 那么你的家庭状况呢就会稍微好一些 如果你命宫是天府地空 田宅公又是巨门画祭 又是这个巨门画祭加上帝结加上情阳 那么你的家庭呢就非常的糟糕了 组为斗树全书云天府若值空王 视为孤立 就是说天府加上地空加上天空加上寻空节空都会孤立 有的人说天府加上天空地空算孤立加上寻空节空就不算了 这是不对的 天府加上寻空和节空也是比较孤立的 但是相对而言没有地空那么厉害 天府呢 受地空的影响是最大的 另外三颗空星呢 他要影响小一些 不过呢 如果天府加上地空地结同度 三方又有府避奎月 昌曲路纯画路等极星会照 那么这个人的成就仍然很大 有的人可能说了 他说老师 那照你这么说的话 天府加上地空的人是不是都废了 我说不是的 什么叫废了 你们有的人在这个跟我聊天 跟我说话的时候就喜欢讲得非常夸张 说什么 老师 我的路存加上了天空 我的路存是不是废了 或者说老师 我的红鸾加上了晴阳 我的红鸾是不是废了 这不是这么说的啊 只能说你的天府受到了地空的影响 就是你的家庭状况比较难以美满 我说的只是你的家庭 而我没有说你的成就 一个人的成就 他呢并不是天府地空就能够决定的 我还是要看综合的一个格局 综合的一个组合 如果你是天府地空地结 但是你又有很多别的极星 那么你一样会很有成就 但是如果你是天府加地空地结 又加上羊鸵火灵 又没有任何极星啊 六个煞星冲你的命 又没有任何极星 那么你这个人呢成就就比较差 比较低微了 这样的人天府加上地空又遇到很多极星 他的思想是非常独特的 有独特的创意 思想不留于庸俗 只是呢这样的人呢 境界过高难以为是否理解 所以精神上常常会感到孤独与苦闷 这个道理呢 我希望你们自己刻下去推理一下 为什么我说他境界过高 他的境界是从哪来的 为什么他会有境界 为什么他会有浮想 他的境界和浮想是哪颗星带给他的 然后这个境界过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这个境界和浮想 我们都知道有的人他是有浮想的 但是他的浮想呢 不是很高明 就是只是比一般人强一点点 但是有的人呢 思想非常高明 比绝大多数人都强 这两个人 他的心系符合可能比较类似 但是后者他的 档次要比前者高 这个呢是需要注意的 你们可以研究一下啊 这个境界归境界 但是高境界和低境界也有区别 天赋守命的人 不管是什么组合 都适合稳定发展 在不断的吸收积累中得到进步 这个天赋呢 就好像是银行 就好像是网络硬盘 那最好呢 就是稳定发展 你要让人家呢 在你这里存储啊 存储一些资金 存储一些文件 那么你就要一步一步的做起来 千万不能出问题 不能说人家存进去的钱 你给人家弄没了 然后呢 还不起 那是不行的 不能说人家存储进去的文件 你给人家弄没了 也不能说人家来下载这个文件 下载下来是 坏掉的文件 那也不行 一定要稳定发展 把这个稳定这个词呢 给他画个圈 稳定和天赋 它是息息相关的 天赋星就一定要稳定 就好像银行一样 也一定要稳定 古人呢 认为天赋星的守城性质大于创业 所以呢 利于从事已有的行业 在目前的基础上逐渐提升 这是王庭之说过的 古人呢 也说过 这个特点说的很对 天赋星确实是 适合去做一些已有的工作 就是说他自己会什么就做什么 人家来问我 他说老师 我是天赋做命的 你看一下我能不能够去做商人 我一看 我问他 我说你以前做过商人 没有 没有 那我就不建议他去经商 因为他完全没有做过 这个呢 对他来说呢 是不太合适的 天赋星呢 就最适合做自己擅长的工作 他会什么就做什么 擅长什么就做什么 这样的话 对天赋是非常有利的 这里呢 并不是说天赋星不能创业 而是说呢 他的性格比较保守 在创业这方面 他也是步步为营 一步一步的发展 而不是那个突然之间就创下很大基业的人 也不是那种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简单打个比方 那上个世纪90年代互联网开始兴盛 许多城市出现了为人民提供上网服务的网吧 国内呢 那最早开网吧的人 就是说我这个城市完全没有一家网吧 我是第一个开网吧的 那这样的人呢 一般来说他就是紫威七杀破军武区啊 这些星做命的 所以呢 他有闯劲 他觉得大家都不开啊 大家都不知道赚不赚钱 我也不知道赚不赚钱 但是呢 我就想开一下试一试 这样的人呢 他就会去试一下啊 他不是天赋做命的 他是这些紫威七杀破军武区这些星要做命的 而天赋呢 他往往会观望 他就说好 你不是开网吧吗 那你先开着 嗯 他去观望一段时间 看了一段时间啊 他就发现了这个开网吧能够赚钱 他就也会开 因为有别人的例子 别人开了能赚钱 那么呢 他就开始研究自己开网吧的可能性啊 自己开网吧该怎么做 然后呢 研究一下别人是怎么做的啊 研究一下网吧能够赚钱的原因是什么 在深思熟虑一番后就做出决定 如果天赋做命的人认为开网吧是可行的 那么呢 他就可能买下别人的网吧 在别人的经营基础上啊 继续发展 也可以是自己开设另外的新的网吧 但是呢 他宣传经营和管理方面都是学习别人的经验 而不是自己的独创 这是对的啊 包括令东来 我自己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是天赋做命的 我这个人的紫微斗数也是建立在紫微斗数全书 以及陆宾赵先生和王庭之先生的经验的基础之上的 这不是这不是说我自己的独创 他们的我的基础呢 也是他们给我的上层建筑是我自己发展的 你们可以自己想一想天赋如果是银行那么银行想要发展壮大那必须要找人借钱啊 就说你这个人在我这里存钱 你存一千万 我给你开一年是百分之多少的利息 一年百分之八 一年百分之九啊 开这么高的利息 然后呢 你把一千万存在我这里 我拿一千万去投资 然后呢 我就赚到几个亿 我这几个亿 这个几个亿的基础都是你的一千万给我的 我的基础就来自于别人给我的东西 或者是别人的这个知识体系别人的这个创造经验等等 但是呢 后面的这些钱都是银行自己发展的 都是他自己延伸出来的 你不能说完全不是我的独创 也不能说完全是我自己的独创 这两个说法都是错的 你可以这么讲 令东来的紫围斗书基础是来自于紫围斗书全书 以及陆宾赵先生和王庭之先生的这个讲义内容 但是我的论命手法以及我的论命体系 还有我的上层的一些断命的手段都是我自己的创造 都是我自己发展出来的 总而言之 天府星他的特点就是善于吸收 善于发展 善于从别人的成功势力中获得经验 这是天府星最优秀的地方 就是说他看别人去做 别人做了以后 他观察一遍 他发现别人能做 那么自己呢 就应该也能做 而且呢 他拿别人的成功经验作为蓝本 研究得出自己的成功之道 甚至于这个人呢 他学了别人的东西以后 学的比别人学的还要好 这一条是非常关键的 这天府做命的人 你有的东西他不懂 但是呢 他去学 学了以后 他甚至于比创造出这个东西的人学的还要好 这就好像说别人拿了一千万给他 他拿一千万赚了几个亿 他这个赚钱水平比别人的赚钱水平还要高 但是你不给他一千万 他就只能是零 你给了他一千万 他就可能是这个顺藤摸瓜 或者是这个打蛇肥棍上 这些成语就是表示说这个人得到了别人的帮助 得到了别人的支持以后 得到了别人的基础 得到了别人的成功经验 得到了这些蓝本 有了别人的蓝本 那么就吸收 吸收以后就积累 积累以后就发展 甚至于比别人发展的还要好很多 如果没有这些蓝本那就不能发展不能吸收不能积累 这是天府的一个特点 这个特点呢 非常的关键 希望大家牢牢的记在心里面 从学术方面来说 天府心可以将一门学问发扬光大 甚至于超越前人 就是说比这个发明者还要厉害 比发明者想的还要全 成为一个极大成者 但是呢他却无法创造出一门前所未有的理论体系 这里也告诉大家 这是天府心的缺点 也是我的缺点 因为我是天府作命的 你说令老师 令东来 我看你好像挺聪明的 你能不能够创造出一个像紫微斗数这样的 像紫微斗数啊 紫平八字这样的算命数呢 我说不行 我没有这能耐 我确实没有 但是呢 我的优势在于学习 在于吸收 积累和发展 如果说我把古人的经验全部吸收过来 我把别人的算命经验 别人的这个精华全部吸收过来 然后呢 积累下来慢慢的发展 那么我到最后 我的这个水平呢 就比这个教我的这个人水平还要高了 这是天府心的一个优势啊 这是他最大的优势 从整个人生的角度来说 天府作命的人就最适合在青少年的时候积蓄力量啊 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呃 努力学考一个好大学 然后考一个硕士博士之类的 有了这个基础 然后呢 就在30岁以后逐渐发力 只要他的学历够高 只要他的这个人水平学的东西够多 水平够高 基础足够牢固 大线又走的不错 那就可以获得智的飞跃 一般来说啊 天府心呢 很少有年少富贵者 这跟他性格有关 就天府心的性格呢 他是比较保守 比较稳重 呃 人生呢 他也要这样发展 就是最好呢 30几岁开始富裕 40几岁 那就更富裕 50几岁 那就比较安定了 60岁以后就安安稳稳了 那这个呢 就是比较理想的发展方式 如果说你20几岁就非常有钱 这个少年成名 那是不太好的 你成名成的太早 这是不太好的 最好呢 是经受一点挫折 经受一点艰苦 然后再出名 再有富贵 那是我们比较欣赏的这个类型呢 呃 这里呢 也有一个例外 呃 我这里前面我说了 我说一般说来天府很少有年少富贵者 但是呢 也有例外 有的人 他是天府捉命 但是呢 20几岁就非常有钱了 呃 如果是天府同度地空天空 或者同度别的煞星 听好啊 天府加上煞星 有的时候反而更好 不是说煞星就等于是烂 等于是垃圾 煞星他也有煞星的好处 极星也有极星的坏处 这一点一定要你们记住了 就天府加上地空天空 或者加上羊驼火灵 这样的人呢 三方又有极星极化 他也可能在年轻的时候突然发财 这是我就见过一个例子 天府加上空星莫命的 但是呢 三方很好 三方赋证 他是非常优秀的 他呢 他是炒股啊 赚了几百万 这个人家里面是没有太多钱 但是他自己炒股上大学的时候炒股就赚了非常多钱了 他通过炒股通过投资啊 这些途径 他去闯去拼 然后呢 他发达了 但是这种横发之牌 往往会让天府星变得懒惰和贪欲享受 我这里告诉大家 就我遇到的这个例子 这个天府作命的人天天玩 他二十多岁 他有钱了 他天天玩啊 遛狗啊 养鸟啊 反正就是整天无所事事 整天呢 打游戏啊 看看电脑 看看电视什么的 这个人呢 他是 现在是很懒惰的啊 从长远而言 这不是好事 你说一个年轻人 你很有钱 但是呢 你天天 做一些老头子的这个事情 遛鸟 遛狗 看电影啊 就整天娱乐 整天不学习 这是不太好的 你再有钱也不太好 这个呢 也是天府作命的一个大缺点 这个缺点非常重要 就天府作命有优点 也有很多缺点 他的缺点就在于这个人往往会在达成目标 满足欲望以后感到严重的空虚 就比如说我说的前面这个例子 这个天府作命的人啊 天府地空又加上很多吉星赚了很多钱 他觉得这几百万存到银行里面自己一辈子花不完了 他花钱花的也不多啊 听好这个人他毕竟是天府作命的 他有了钱以后 他并不是这个大肆挥霍 他也呢 做了一些投资 然后也呢 存在银行一部分钱 他按自己的这个花销来看 确实一辈子花不完 他就觉得自己人生的目标已经满足了 没有什么奋斗的动力了 说我这七八百万银行一存 每年吃利息就够我花的了 那如果说他是这么想的话 这个人呢 未来的发展是不好的 他这个目标达成了 欲望满足了 他会感到严重的空虚 像天府作命的人 有的人呢 他是表现在感情方面 因为他夫妻宫是破军 我可以告诉大家 很多天府作命的男人 他在追求一个女孩子的时候 他是享受过程 而不享受结果 他追到以后 他就觉得空虚了 就觉得没意思了 他这个夫妻宫的破军呢 就开始发威了 破军这颗星 做入夫妻宫 天府就一定在命宫 这样的人他在感情方面 就一定是要吃苦的 就一定是要经历 破败和挫折的 这样的人呢 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自己呢 也可以说是多多少少 有这样的特点啊 就是说 达成目标以后啊 本来我是要追这个女孩子的 我觉得很难追 但是呢 追了几天就追到了 那我就觉得非常空虚 我觉得没意思 然后我就不理他了 那不理他呢 那就会导致这个破军呢 发威 对方呢 就会非常生气 他会说你是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 这个 当初追我追的那么热烈 现在呢 又冷如冰炭 又不理人了 那么这个 甚至是会吵架 甚至是会打架的啊 这是比较严重的 这个破军 有的人呢 他是表现在金钱方面 有的人呢 他也表现在爱情方面等等 总而言之 这样的人 他在达成目标 满足欲望以后 他会感到空虚 有的人不会 有的人呢 他达到了这个目标 他会又给自己设立另外一个目标 他会说几百万算什么 我要的是几千万啊 有了几千万以后 他又会想几千万算什么 我要几个亿啊 天府说命的人就不会有那么大的野心啊 大概呢 他就觉得花不完就可以了 也不需要弄那么多钱 你弄几个亿 这一辈子花不完 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呢 最后也要跟大家讲清楚 天府 他是南斗的主宰 本身呢 他有尊贵的特点 他是南斗的皇帝啊 也是具有一些领导才能 天府也是有贵气的啊 遇到这个鹿存花鹿 天窥天月 龙翅凤阁 三抬八博 他发挥的比较明显 天府的领导力呢 他是遇到左府右臂 这个时候发挥的比较明显 那么这堂课呢 讲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希望大家在听课的时候 就重点研究令东来 是怎么把天府心和这个社会上的现象联系起来的 你们不要只学教材上的东西 听清楚啊 不要只学习教材上的东西 比如令老师今天讲的天府心是硬盘 是云盘 是网络空间 这个呢 是别的老师肯定没讲过的 那么网络空间 那也要吸收啊 你不往这个空间里面传东西 那这个空间就是没用的 你不往人家的硬盘里面传资料 那他这个资料对你来说就是没用的 他这个硬盘啊 对你就没有用 网络空间呢 他很多时候他是免费的 他也有收费的 就是你如果把这个免费的空间用完了 然后你还想用这个更多的空间 那是要给他付钱的 那么今天讲课呢 就讲到这里 祝大家生活愉快 再见